最近有一个研究发现,现在77%的RAIDS都将ESG纳入到他们的战略和财务规划里面 60%的RAIDS会公开套路他们的ESG目标 ESG高分的RAIDS过去10年间平均增长达到7%,而大多数都是跑赢大盘 为什么RAIDS会这么喜欢ESG,而我们作为投资者应该怎么看待ESG这个数字呢? ESG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针对环境治理和社会因素去衡量一只RAIDS有没有可持续发展的特征 根据美国能源部的一份报告 住宅和商业占了美国所有能源损耗的40% 其中的两大能源用户就是办公室和零售部门 环境问题已经越来越受到多国的重视 所以很多RAIDS都在节能技术或者说生态建筑材料上面有很大的投资 很多人说,姐,我也只是看钱做人 作为投资者为什么要爱惜这个地球? 为什么我要有可持续呢? 我来告诉你 统计了美国多知RAIDS 数据显示ESG越高分的RAIDS借钱的成本会越低 借钱的也会更加容易 原因就是ESG高分的公司往往是一些企业价值高的公司 我们往深一层想也会知道 因为当这个RAIDS更加节能的时候 成本自然就会下降 加上社会和环境治理做得好 管制模式是理想的话 这个RAIDS也是能够收到更高的租金 关于ESG的评分你学会了吗? 最后点赞转发关注 让你们轻松掌握RAIDS的投资技能